这两天日本和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问题又出事了 就在10月10日日本对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加速部署军事设施 表达了强烈抗议 而第二天俄罗斯外交部发双民国斥衬 俄罗斯在这些岛屿上的军事部署并非针对邻国 而且还指责东京无意的扩音器 二交外媒报道 近日俄领土争端俄罗斯正在推动北方四岛附近的军事化 而且步伐越来越快 莫斯科不仅部署了先进战机还部署了最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弹幕书看来这等于把北方四岛军事化了日本想要回北方四岛 看来比较难说三点看法 大家加留意 不久前俄罗斯在远东地去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日本媒体报道 这其中也有针对北方四岛安全的意味 显然对日本来说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 虽然把俄罗斯军演等同于应对日本威胁不全 面诞也能说明日俄关系离不开日美关系 在美俄关系冷淡和紧张的背景下北方四岛问题难以解决上次的军演 其实是普京应对日益严峻的西方低压而作出的本能反应 同时也是对壮大几方军事实力作出的一个战略 还当然也凸显出美俄争霸态是似乎又要出炉 而在美国海军恢复第二件对这则新闻 到来的前几天俄罗斯高调宣布将举行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名为东方减2 零一八八月底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展开 显然这主要是针对美国的 比如俄罗斯媒体公开引述 俄罗斯国家铸马国防委员会议员依扎克 克里泽维奇的话说演习是针对美国释放的信号 自语重地就在俄罗斯宣布军演同时 八月底美国海军正式恢复了第二舰队 以加强在北大西洋的力量 美国媒体也不会演一个重要原因是 俄罗斯军队活动已经达到冷战 结束以来的巅峰该舰队 最初在1950年代就建立了本来就是印度苏联威胁而存在的 但是在2011年奥巴马为了与俄罗斯拉关系就撤销了 如今的恢复自然有美俄继续争霸的意味 穆叔说了以上这么多背景是想表达 北方四岛问题在美俄矛盾加深的背景下 存在其实不只是日俄关系这么简单 而日本的想法不能太单纯 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不只是北方四岛双方关系 其实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关系中最好的治愈 在俄罗斯大规模军演当口俄罗斯提到北方四岛 这一是最不久前日本就为队员以炒查的名义擅自登岛的反应 二是借此问题来为俄罗斯军事漏洞遮宠 几个月前日本自为队以眼外考察的名义登上北方四岛 确实很让世人吃惊 俄罗斯也没有任何准备当 然要对此表达愤怒 毕竟这是俄罗斯实际控制的领土 如果让日本人这么轻易上岛在海上 没有任何阻拦只是上路后 被驱逐那么俄罗斯的国防安全不就成了一个笑话 其实笑话已经酿成 虽然最终自卫队成员下岛的影响已经出来了 日本媒体对这件事很热情的报道称 表达了日本对当地的主权 而俄罗斯在岛屿周围安全部署问题漏洞 已然暴露军方的强硬反击 也是为了遮掩 所以俄罗斯在这几个月在北方四岛上进行军事部署 其实也是对日本自卫队登岛的一种强硬反应 这也就是昨天日本抗议的一个诱因 北方四岛问题如今已成了政治经济问题 不是单纯军事问题 也与二战秩序关系不大了其实北方四岛问题 发任于二战 但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年与二战秩序本质上 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了一个理 由是俄罗斯也好苏联也好甚至谈到过 先给日本两个小岛换取经济援助的事情 如果此事在俄罗斯人眼中是不能逾越的二战秩序 红线俄罗斯还能为了金钱的诱惑打破 二战秩序要是这样俄罗斯人是不是太没底线了 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就是俄罗斯人心里都不认为 此事和二战后秩序有多大关系 日本和俄罗斯就这个问题谈问无数轮 但始终没有一个答案 并非是双方军事对质 而是政治影像和经济利益没有满足而已 实际上日本是西方国家 比对俄罗斯关系最好的国家 在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制裁的时候 普京和安倍还能访问 而且还等送礼物 俄罗斯并不拿日本当会 是因为知道日本在军事上 不可能与之抗衡相反 日本还会成为俄罗斯改善制裁和分裂西方的一个蝎子 所以俄罗斯军事部署 在北方自导 只是一个东北要局 是复杂的小插曲 罢了但局势严峻 在和普京会晤时安倍还会笑脸相迎骂双方博弈 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法有关日俄北方思考问题 以如何看欢迎关注目书多交流